無論大小事情 都需要依法辦事合情合理 李發線 節目主持黎樹昆 趙聖宇 李發線是由 列治民福滿樓海鮮酒家 列治民太古廣場 以及列治民海洋皇宮海鮮酒家 參助播出 4月11日 星期六 歡迎大家收聽AMS320 彗星廣播華僑之星 節目李發線 今日直播室有Ben黎樹昆 好拍檔的Jeffrey 趙聖宇先生 在電話身邊有謝國昇律師 謝律師你好 Jeffrey你好 Ivan你好 Ben你好 大家好 今天請謝律師 可以和大家分享授權書 商業、住宅的中路法 以及醫療授權 假如各位聽眾有問題 歡迎致電致電話 604-267-1320 請給謝國昇律師 也是那句 如果大家有這方面的問題 隨時可以打電話來 604-267-1320 我們會安排盡快接聽你的電話 好 Jeffrey 你是不是有一個 首先 現在多事之秋 租募的問題 但這不是住宅租募 因為住宅租募 政府就幫補他500元 詳情還未知 但是現在發生了很多 那些地方就開不了工 做老闆的又要關門 伙計又開不了工 或者是購物店 剛才我去那些購物店 嘩 在十七九關閃 有些租客就叫虎連天 他就在這段時間 他或者會叫業主 可不可以不收租 或者是收少一點 或者怎樣 那業主可以怎樣做呢 第一 業主或者租客 如果是不想付租金 或者減少租金 第一 是看租約裡面 因為有些租約 如果很正確 你有這個條件加在裡面 是叫Fourth Major Class英文 是這樣寫的 如果是有寫的 幸好 因為有些relief的 因為有些條件裡面 Fourth Major Class 通常租約會特別寫 這個是這樣的 譬如通常租約有很多條件 譬如租金有多少 什麼時候停 什麼時候可以續期 你有沒有那些權 但是其中一個term 是叫Fourth Major 如果幸好有這個 或者你不知道租約要沒有 是第一 很重要 看要沒有寫 因為這個是很特別的 通常裡面寫的情況 或者Earthquake 或者Pandemic 通常都有這個字裡面 Pandemic 如果有這些事 那些obligation 都會有些條件 即使是 即使拒絕了 即使再有效 或者拖了時間 或者有些情況 可以給那些relief出來 每個租約的Fourth Major Class 都不會一樣 但是最重要是先看一看 Sorry Ivan 停一停 是Fourth Mature 即是成熟的Mature 成熟 即是被迫提早成熟 是對的 是的 在那個條件 或者那個條件 會沒有define 那些情況是怎樣的 但是 如果沒有寫這些class 沒有什麼這樣的條件 給別人可以看 你有另外一個法例是用的 BC省有一個法例 是叫Frustration of Contract Act 這些是很少用的 在BC省很少會有用過的 因為很少 今天時間的情況 都很少會這麼緊張 都是這麼厲害的問題 即現在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看 它define那些 如果是有個Frustration出來 但是有個條件 是會計識 這個合同是不是有沒有Frustration 如果是當作Frustration 兩邊的obligation 都是差不多 都不會有影響 如果cancel了那些obligation 但是有些 在法例裏面 有些賠償 那些解決的 那些怎樣解決的 compensation 是 第一 如果Frustration of Contract Act 是有一個 第一個條件 是發生的事 那個event 整個兩方都有很多麻煩 那不是自己安排的 不是自己沒有責任的 所以不是自己produce 或者cause 或者contribute towards 那些情況 所以情況一定是 你自己都沒有控制得的 沒有什麼contribution的 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問題是 第二個條件是說 如果是逼那兩方 doesn't matter 哪一方是不同的 如果逼人要做那些事 是做了 發言那些result 會有很多不同的 這個條件是很難解釋的 但是我給你一個舉例 如果是一個合作 給租 或者是剛才說的那個case 是租務的案 如果你逼人要做 後來你會不會有地方租的 譬如 如果逼租客 給租這個地方 後來他又有鋪 又有人 又有位 但是沒有生意 但是也有做 所以這個 第二個條件 關於這些做模的案 很難都會有 關於pandemic那些事 會有meet這個condition的 那個問題 如果是earthquake 就不同了 earthquake就不同了 你都沒有單位 容得 給人租都做不到 做生意都做不到 OK 第三 條件 所以這個問題 那些情況 不是暫時的 不是 temporary 一定是有差不多 permanent 如果是earthquake 後來那些屋的單位 拆爛式都沒有起 差不多就沒有了 你再起 跟之前的單位都不一樣的 所以這些全部都是 completely是permanent的 第四 那個quantra是沒有能力 impossible impossible 都做的 那法律說 不是說不方便 不是說貴一點 不是說辛苦一點 不是這個問題 是impossible的 所以第四個問題都很難 因為很少用 都沒有試過 關於pandemic的事 但是Ivan 這五個條件是要同時發生 還是時但中一個就可以 可以嗎 No 五個 Hallers at the same time 要復服了這五個 condition 在全五個的先九點 現在算不算? 現在的pandemic算不算? 現在的pandemic算不算 復服了這五個 所以我剛才不是 沒有可能猜 是否permanent 或者是thequake 第一 第二 關於如果是 逼那些人 做 follow 那個quantra 下面 他都有 是可以的 只不過沒有生意 沒有收入 不是說 不用保持合同 所以很困難 即是現在用這個法例就不行了 幫不了租客 說業主我沒辦法 這些很困難 很困難用這個法例 幫不了租客 如果是這樣 OK 我們先休息一會 Ivan 我們稍後開個commercial break 稍後回來就和大家一起 李發線 OK 無論大小事情 都需要依法辦事 合情合理 李發線 節目主持 黎樹昆 趙勝宇 李發線 是由 列治民福滿流海鮮酒家 列治民太古廣場 以及列治民海洋皇宮海鮮酒家 贊助播出 歡迎大家回來 第二節的李發線 假如大家有 這個授權書 以及醫療授權 以及租務上的問題 歡迎致電電話 604-267-1320 604-267-1320 請教謝郭聲律師 事不宜遲 陳女士等了很久 我們先看看陳女士的電話 你好 陳女士 你好 是否我 是的 陳女士 你好 我想有些問題想請教一下 我和我的前夫人 大家擁有一間屋 最近他離開了 我想問一下 我們應該是怎樣做呢 還有他一半 他自己的交易是給他兩個小孩的 給他兩個小孩的 我想問一下 是否我們現在應該去律師 將屋子轉換 或者讓大家決定以後 陳女士 陳女士 我代律師問你一個問題 你這間屋的ownership 是哪一種 長命態一定是common的 真的不好意思 一定要知道才能回答你 不過我們現在叫謝律師 謝律師 謝律師 要回答電話 是嗎 因為你一定要準備這件事 律師才能回答你 因為不同的情況 有不同的答案 OK 長命態 你首先知道 你問我 長命態或者是甚麼 長命態或者是tenancy in common 非長命態 不知叫做共同擁有 但是你說你的ex-husband 即是未離婚之前一起買 是嗎 是 當初的時候 是不是長命態 對不起 我一概知識都不懂 所以 因為律師必需要知道 你是甚麼情況 我明白 我最近聽到這些 informations 但是真的很糊塗 我們現在打回律師之前 我可以簡單介紹給你 如果是長命態 而你們 Sorry 我聽到是ex-husband 的意思是你是離婚的 不是late-husband 我現在是late-husband 因為他最近離婚了 但是是ex-husband的時候 即是你買的時候 大部分夫妻當一起買東西 大部分不一定是 多數都是長命態 你離婚的時候 有沒有轉過這個 你都忘記了 又忘記了 又不認識 對不起 late-husband 即是已經不在 late-husband 就是剛剛離婚了 剛剛離婚了 如果是長命態 而又沒有改 其實整間屋現在是你的 但他已經寫了 不關遺足事 現在他剛剛離婚了 即是這幾天 還是離婚了一兩個月 一號 你的意思是他寫了遺足 寫了遺足 這間屋給他的子女 已經 before 他離婚了 他已經搞定那些遺足 是 因為如果這間屋的長命契 就不關遺足事 是哪一個未走 哪一個承接了所有東西 如果你當初買的時候 是長命契 而離婚的時候 沒有改過這件事 很可能是 所以我們第一句就問你 是不是長命契 對不起 我真的不認識一些 你隨便找人專業的 你就到填兜廳調查一下 ,可以找律師訊號�� 你也可以po 然後可以被理 passed 您或是接遷你的手機 然後把律師找你 plan 好嗎? 好 多謝你,徐小姐 我們繼續聽 多謝你 徐小姐 徐小姐,你好 你好 我想問律師 我先生剛剛過了婚 他的屋子是我和他的名字 我需不需要向政府填寶廳 告訴填寶廳 我刪了他的名字,要不要這樣 你和他的名字的意思是甚麼? 亦都是,是否長命契? 是長命契 我們接通了 因為正在接電話,我無法打電話給謝律師 你等一等 我們先撐住你 撐住在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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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 第一次 604 因為長命契的意思是 大家簽的時候 兩個人是誰 誰是先走 另外一份 就會自動 留在那裏 那裏接收 第一件事 律師需要知道你是長命契 還是Tenancy in common 如果是長命契 是自動接收 當然,如果你想拿走他的名字 當然要做些事 或者要專業人士幫忙 第三件事 I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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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你回答 第一,你有幾個手續可以做 如果這裏是長命契 你要拿你的死亡證 以及看今年或今年的物業稅單 拿出消息 然後找個律師或公證人 公證人要幫你 如果是長明解 有一份表叫你簽 簽是叫物業稅單 你說我是受益 我是長明解的人 我收了這個物業 應該不用給那些物業稅 簽那張和另外一個章 加上死亡證 然後在培養田徒廳 才可以轉了解 應該是長明解 即是他去找律師或公證人 你們會帶領他怎樣做 對 我昨天有一個表 還有單位的失望證 還有那年的物業稅 所以知道那些消息 放入一個物業稅單 才可以搞定 是 如果是 如果有個奧客 不是獨立奧客 聽聽聲音的評論不同 要做那些 看有沒有遺囑 先有很多 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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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個問題 如果家裡有一個貸款 你會不會有 徐小姐 我們先問徐小姐 等等 你好 你好 徐小姐 你好 律師問你有沒有貸款 沒有 都給了 即是不需要貸款 那些 好 好 你好 Evan 所以不用其他手續 剛才所說的 那些手續是怎樣 好 徐小姐 回答了你的問題嗎 還有就是 如果我的名字不刪除 反正到自己賣屋的時候 都沒有問題 是否這樣說 即是你留下不留的 不留的名字 是嗎 是 是 是 如果不刪除的名字 會怎樣 如果你遲些買的時候 你應該是 都是由做這個手續 才可以賣出 因為 因為 有兩個派對 有兩個人簽 但是轉了 後來只剩下一個人 才可以簽這個合同 所以 遲早都要做 這個手續 好 去律師行才搞定 或者公正人 都可以幫得 遲早都要做 對 OK 你好 Ivan 不如你回答一下 陳小姐的問題 好 陳小姐的問題 是 是 因為 因為 差不多跟徐小姐一樣 差不多 一樣的 改了名字 剛才說的手續 但是如果不是 長名契 是獨立契 是要申請法庭 判出來的那些 分開的那些屋 是用法庭的 是 那些手續 都很難說 因為 都要解釋 第一 要不要圍捕 圍捕怎麼寫 圍捕 是劃分 給子女 OK 是跟著圍捕怎麼寫 如果是獨立契 是在懷捕 會請人 是那些派人 去申請 拿那些權 分了那些屋 遲些 分給那些受益 在懷捕裡面 怎麼寫的 但是 這些是 用法庭 大概六個月的時間 或者 都有賣業稅 才可以分那些屋 所以 又 那些 剛才說的那些 那些 那些稅 物業稅 維生稅 都是這樣叫 是差不多1.4% 所以 過了那些時間 看屋 是值多少錢 以及 拿了任何的財產 自己 等他 他的 ex-husband的名字 才 給一些稅 才 法庭 要判了一個文件 是說給他 可以分開這個屋 如果 他們之間的聯繫 只有這半間屋 那些是 那些人 但是 executor 不關他事 那 應該另一個 executor 搞完之後 才分那半的錢 是嗎 問題是 如果是一間屋 有力量 但是 逐漏 後來 如果你新出去買 陳太也要跟執行人 簽合同才買出 所以 所以 這個就是assume 都很難 這個就是 我們當了 離婚的時候 大家將 如果將長命契 變成普通的 分契 分契 那就需要這樣做了 但如果是長命契 沒有改動的 那陳太就 全部都是他的 是不是 對 OK 我們先休息一會 我們先休息一會 Ivan 那客戶回來 再和大家一起 李發線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無論大小事情 都需要依法辦事 合情合理 李發線 節目主持 黎樹昆 趙聖宇 李發線 是由 列治民福滿流海鮮酒家 列治民太古廣場 以及 列治民海洋皇宮海鮮酒家 相助播出 歡迎大家回來 第三節的李發線 解釋大家的授權 醫療授權 以及租務問題 歡迎致電電話 604-267-1320 604-267-1320 604-267-1320 請假謝國昇律師 電話旁邊 又說五小姐等了很久 我們先聽聽 五小姐 Hello五小姐 你好 Hello 我想問關於租務問題 是 請問 剛才 謝律師有提過FM的Clause 我想問問 可否再解釋多一次 那個FORCE MATURE 是 沒錯 我們先問謝律師 等一會 Hello Ivan Yes 是 剛才 哪個Clause FORCE MATURE FORCE MATURE 因為這些 第一 看租約內 有沒有寫這個Term 每個Term 有些分別 有些不同 需要看 如果是有些事 是這樣發生 有些條件裏面 是怎樣解決 譬如 有些是續期 有時停了 那些租金 或者停 或者有一個月 兩個月的時間 才再看 有些是說 兩方可以離開 沒有什麼 所以每個Term 都要看 但是有些 如果有租約 在這個條件裏面 是好些 因為已經解決 已經有定了 那些情況 有些 有Provision 這個FORCE MATURE 這個FORCE MATURE 這個Clause 會不會在你們的 standard list 那裏 還是一定要另外加上去 這些很少 我不是很多會有的 因為有些 有些 情況 或者 會有這個 這樣的Clause 但是 不是一定 不是standard 我看 我想今後 今後以後的 做藥 可能會 可能會 變成standard 每個人都加上去 有些合同 是有這個FORCE MATURE 是很standard 例如現在 Construction 那些合同 租約 那些合同 我少些 會看到 這樣的Clause 裡面 Construction 多數都會有這樣的Clause Sorry Ivan 我想糾正一件事 我剛才以為 是叫做FORCE MATURE 原來是叫做 FORCE MATURE 是嗎 M-A-J-E-U-R-E 沒錯 不是MATURE 我剛才聽錯了 是MATURE 是MATURE 大家耳朵糾正 是FORCE MATURE MATURE 對 OK 這是FRIENDS的法國 英文中文是做什麼 都是MATURE 什麼意思 差不多 對 我想都是差不多MATURE 的意思 不知道怎麼解釋 Hello 五小姐 答了你的問題 沒有 我也是 少少不明白 因為租約是有這個條件的 是 亦都會說了 他說可以 extended for a period equivalent to the period of the delay 意思是否 就是 租約是可以遲些交 還是會免了它 是怎樣 怎樣apply 它的situation 我想是自免怎麼說 我給Ivan 回答先 Ivan 嗯 Did you hear that? 對 要看你的class是怎樣寫 很多這些是怎樣寫 才可以決定 因為沒有可能猜 但是 平時 是有些時間 everything extended to another time 剛才我聽到的 delay 我聽到的 delay extended 如果一個月兩個月通 最好的class是 有寫的時間 delay了三十天 如果三十天後 發生的事情 還未完成 再延遲 再延遲 更多三十天 最好的class 有些時間 可以續期續期 但是 如果那些情況 沒有完成 搞點了 或者 fix up 然後開始再介 那些 contract 是再resume 所以 如果要exercise 這個class 需要做些什麼 不用做 還是 通常 那些class 有一個情況 裡面 一方 寫了一個written notice 給另一個 the other party 三十天後 不用有其他的 不用有另一個party 可以繼續接受 原諒 我答應了 如果有問題 有性庭 如果真的有發生的事情 應該是每個人都知道 是這件事 都很明顯 是有什麼事 但如果有這個class 即租客都要書面 通知業主 通知業主 譬如 有些是說 三十天 三天的時間 通知 通知了 是收到現效 是 contract 是 suspend 到了 在時間裏面 在class裏面 怎樣寫 如果是 如果沒有term 沒有寫的日期 until the event is over 這些不是 都 挺好 ambiguous 最好的class 是有些日期 一月 兩個月 三個月 二日 過了 過了 三個月 兩個三個月 的時間 看看情況有沒有改變 變了 然後 如果是九點 完結了 沒事 開始了 OK 等一會 你好 吳小姐 是 我現在要寫一個notice 給業主 所以 即是你 因為有這個class 你現在 exercise 你的right 怎樣 但都要 按照這個class 怎樣寫 剛才Ivan說 因為他要看著這個class 怎樣寫法 那是不是 是 delay交租 即是 我遲些交回 四月的租 還是 不需要交四月的租 它是 怎樣 剛才你那個class 你剛才讀出來 你說delay delay 不是不用付 遲些付 它是extend 即是 即是遲些付 即是遲些付 譬如你四月一日要交租 現在如果他說extend 是不是五月一日交租 即是五月一日交租 交賣那個租 即是他沒有說 他沒有說不用付錢 他說extend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本身四月有個obligation 本身五月也有個obligation OK 即是租就要交交 只不過是可以遲些交 是的 還有我要出個通知 給業主 我可以exercise 這個right 是否這樣 我的理解是這樣 OK 多謝你 謝謝 拜拜 好 好 Hi Evan 很重要 是看那張文章是怎樣寫 因為這些是commercial contract 不是 不是 Presidential 如果你說obligation 或者說 如果說一個epidemic 但是你沒有用pandemic OK 是pandemic 不是epidemic 所以很重要 是看那些字 看那些點寫 那些條件 所以你 我可以給通知 其他人都不用做 我也不知道 我沒有可能給這樣的顧問 一定要看那些合同 一定要看那些合同 Natural Disaster 哇 這些是很難的 這個是不是natural 或者unnatural 可能有argument 但是如果有特別的字 是說pandemic 不同 pandemic 是死的 沒有可能吵架 所以政府怎樣宣佈都很重要 是的 政府怎樣宣佈都很重要 政府怎樣宣佈都很重要 他何時宣佈這個pandemic 都很重要 對 因為第一 第一 第一 是三月後才定義 這個叫pandemic 一月還未 一月還未說 有pandemic 所以 都不可以遲交租 是的 就算沒有生意 都不可以 如果你有這個 Fourth Majure Clause 又是有寫pandemic 現在就是pandemic 你就可以根據 這個clause裡面的條款 遲交 我們先聽聽陳女士 Hello陳女士 Hi Hi 不好意思 請你講講長命契的英文是甚麼 Joint Tenancy Joint Tenancy And the other one Tenancy in Common Tenancy in Common OK And also 譬如 他的退休金 CPP Whatever 他這個情人 我們是否要通知政府 不明白你的問題 OK 譬如 他的退休金 誰的退休金 你說你的late husband late husband 對 我意思是 我們要通知政府 他已經不在 他有沒有另外的婦人 我真的想知道 沒有 他沒有 我給Ivan答你的問題 等一等 你好 Ivan 第一 有一個責任 是 過了一個人 都有報稅 那年的報稅 是最後的報稅 所以是通知稅局 這個人是不在 但是 CPP 有些benefit 可以申請的 但是 政府部門 都有匯助通知 但是 Depend 有什麼責任 是吧 但是 最重要的是 那個人 是要給 最後的 報稅 最後的報稅 最後的報稅 等到可以解釋 哈哈哈哈 但是 他那些 譬如說 關於 X Wife 為何要關於X Wife 我想知道 不關於X Wife 但是 如果沒有其他人 可以幫助 應該是有其中一個人 幫助那個人 如果 如果 剛才的陳太太說 有兒子 有其他遺囑 其他受益人 或者有其他執行人 那個執行人 應該是有 那些責任 執行人的責任 去做這些 對 好 陳女士 答了這個問題嗎 是 有執行人去做的 不是X Wife 我知道 我知道 因為我的小孩子 他不懂中文 是 其實我就 就好像三文池 那樣 我就想問一些問題 information 告訴他們 叫他們自己搞定 是 OK 好 還有 我以前的QA title 那時候 我沒有查 我不知道 有沒有任何項目 就是 其實有的 實有的 你只是查一下 你是Joint Tendency 還是Tendency in Common 你要查一查 假如層樓沒有你的名字 那就不是你的了 你覺得自己還有你的名字 應該都有一半是你的 對 然後 例如 那些 CPP 退休 那些 那些 那些小孩子 會承受 什麼 就沒有了 這些就是另一個 題目 這個 但今天就不是這個 對 你最好 就是找個 遺陳州行人 和你做過 先通知 剛才 剛才 有關部門 因為不在 之後 因為2020年 不在 2021年 報稅的時候 他要幫他報 最後一次的稅務 OK 謝謝 我們看看李小姐 你好 你好 好 剛才你們說 有一個 是說pandemic的定義 我想知道 是否現在 B.C.省 或者加拿大 還沒有pandemic宣佈 是不是 好像宣佈了 已經有救援基金 出現 因為剛才你們說 對 政府的 詳細很重要 如果你有這個clause 的話 如果他一天還沒有說pandemic 就算你這個clause 都可不可以 實施這個clause 但我意思是 現在我們 已經是否pandemic 這個 真的不好 世衛就好像用了 是的 因為我就是想知道 因為剛才 我以為你說 還沒有說pandemic 因為世衛 已經說了 所以我想看看 如果 例如 例如 世衛說了 是否有國家 另外要宣佈 還是怎樣 例如 如果有緊急令 也是 是 bc announced pandemic 見到了 Ben很勤奮地 搜尋到了 李小姐 李小姐 我剛才在網路上看到 根據這個報道,BC省已經宣佈了是pandemic 但我想好奇是否即使世衛專佈了 不是每個國家都是 譬如我指成員國,不知是否一定要宣佈 我想在租約中,如果你有這個文章 它一定會寫上究竟是哪一個人說的 不會零零碎碎提一提,如果是pandemic的時候可以延續 它一定會說是哪一個宣佈才可以延續 我想是加拿大,李小姐,你的hypathetical也是邪有緣 每個地區性的,不一定是第二些地方一定會有 所以我想應該會是加拿大,一定是加拿大說是才行 你不可以說一個機構說是,然後全部都會是 即是在租約上面,我相信一定會寫得清清楚楚 到底是哪一個宣佈才算數 不知了,因為世衛說過,那代表什麼呢 如果說是宣佈pandemic 我的意思是你的租約裡面會有寫 你的租約裡面會有寫 會跟哪一個 你不是印度pandemic 你沒有理由在這裏都可以執行過程 當然不是這麼說的無厘頭 意思是他就這樣說 during the pandemic situation 譬如,我想問問問 特斯會不會是這樣 我們接回Ivan回答你這個問題 Ivan 對 During the pandemic situation 那是哪裏宣佈的pandemic situation 會不會specify在lis裡面 我看那麼多的lis都不會specify怎樣解決 因為通常都不會說哪個government 但肯定是因為BC省的法律 是BC省有沒有寫是有沒有pandemic 如果另外一個生日說pandemic 但是BC省還沒有說pandemic 因為ultimately 這個租約這個單位 這個合同是BC省的 是falling to BC law的 是BC的 我想李小姐那個situation 唯一可以發生的就是 你是到一個cross country的租約 例如說你可能在中國大陸 有生意要運些貨過來加拿大 因為有一個pandemic 他運不到過來或者是late的話 這個contract就要寫得很明 在哪一個地方有pandemic 所以導致這個contract 不可以inforce 即是運輸上不可以on time 有沒有得告 這個就會寫不同的country 是否這樣 Ivan 對 你好 李小姐 我想問一下律師 例如世衛宣布了pandemic 那他的什麼interpretation 那這個是世衛 這個回答你不到 這個就是世衛 這個回答你不到 我意思是 我知道他們應該 例如世衛 他可能代表了我們 我們是他的一個成員國 那他如果宣布這件事 去代表每一個成員國 去說現在我們是進入pandemic 會不會有的呢 等下Ivan 好 Ivan 第一 第一 因爲 因爲 你自己的合同 會寫 因爲 有這個pandemic 先 你有沒有可能 做這個合同 it depends 如果是職務 是被兼職做生意 做那些obligation 但如果是 譬如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說 Covid是pandemic 但是 B市場仍然只有一個個案 每個人都沒有lockdown 沒有什麼order 叫人回家 你還可以做生意嗎 嗯 所以不是說 這個 WHO 或者pandemic 通知業主 不用做了 不是這樣的 OK 我們 先休息一會 Ivan 我們先休息一會 我們先休息一會 回來 先休息一會 無論大小事情 都需要依法辦事 合情合理 李發線 節目主持 黎樹昆 趙聖宇 李發線 是由 列治民福滿樓海鮮酒家 列治民泰谷廣場 以及列治民 海洋皇宮海鮮酒家 贊助播出 歡迎大家回來 最後一集叫李發線 假如大家有租務授權 和醫療授權問題 歡迎指電 我們線電話 604-267-1320 604-267-1320 請教謝國昇律師 為何旁邊 李小姐還在 李小姐剛才的律師 能否回答這個問題 都可以 如果真的 我只好奇想知道 他們為了堅持 那時候 有一些 關於 pandemic 用這個字 其實對國家 有沒有法律上 我很興趣想知道 另外 例如 假設是 緊急狀態 現在我們聯邦 現在又在說 要不要緊急狀態 我們BC省已經宣佈了 即是說 敢於 他宣佈 跟聯邦宣佈 有甚麼不同 衝突 又要律師回答你 等一會 Hello Ivan 誰 override 誰 沒有可能 不是有override 沒有可能 第一 這是沒有自動 override 這些是 如果是interpretation 的問題 還有 有法官判出來 說誰 哪個interpretation 是對的 但是 如果有個BC省 或者 汪哥哥 政府都會這樣寫 說 通常 法庭都會聽 跟著 其實我們聽了這麼久 教訓就是 將來租約的 例子 如果有這個closs 可以寫清楚一點 就可以了 剛才 謝律師也說 假如你生意 你的contract都是BC省 租務也是BC省 基本上 你很少 你很少可以跟 譬如我租 Jeffrey 你的店舖 我不會說 不如我們用 Ontario的租務協議 法律不會這樣做 除非我是Ontario 跟你做生意 你要寄貨來 我們可能會設定 假如我們有discuit 我們會用Ontario的contract law 還是BC省的contract law 這個我可以理解 多數是BC省 但剛才 李小姐的 concern 就是WHO已經宣布了 pandemic 或者BC省還沒有 如果真的WHO會宣布的時候 其實遲早BC省都會宣布 即是說 根本真的可以 但如果真的想說清楚一點 我都建議 以後律師寫租約的時候 剛才Ivan說 沒有見過寫得那麼清楚 那以後便寫清楚一點 那就好一點 寫到明了 我是要BC省宣布才可以kick in 或者怎樣寫清楚一點 李小姐 對不起 不要緊 我記得 因為我們今次是史無前 是的 真的第一次 不過 是對的 因為我們都要留意 因為細節 其實我們 這次也是一個好例 我們walkthrough 但因為真的史無前 所以我想很興奮知道 例如那些例子 是怎樣 因為剛才聯邦反而 我想知道聯邦 因為可能有些司法程序 是某些 譬如Transportation 它只是管 或者它管是某些 可能是那些 就是它 take over 李小姐 OK 我們還有位小姐 在等候 我們先說到這裏 謝謝你 謝謝 Ivan 有些補充嗎 剛才李小姐 那時候 也有很多case 關於很多租約 也有些試過cancel 那些租金 有些case 在香港出來 因為BC省 和香港 和Canada 英國 用這樣的case law 一樣解決 那些law 所以如果想看哪個case 有沒有用這個 我們可以考慮這些case 那些sample 那些term 在香港 在SARS的時間 我們現在都在說 forses mature 是嗎 forses mature 或者 都有 frustration 這些是forses mature 不只是BC省 那些全 anybody 會有English law 都會有這些 clause 即我們可以reference case law 香港 英國 美國 英國 可以找這個詞 看個case 是點解決的 OK 我們新聞經旁邊 中女士 中女士 你好 中女士 你好 你好 我想問一下 關於現在說 那些 甄鐵租務 那些租的場景 可以嗎 住宅租務的甄鐵 我們指問樓聲響 還未見到 有什麼 實際上申請的指示 他要去到4月中才行 蛤 好像還未出到來 他要去到4月中才行 是因為我的租客通知我 我找個拍名租給人 他說 通知我如果來查 你就知道 我想問一下 是否會 為何是信務局來追查 這個 你可能要聽著我們說 喬橋之聲 我們說喬橋之聲 如果有最新消息 就會告訴你 但追到這一刻 以我們所知 就未有最新消息 是 他說就說了 等於之前派二千元 很早就說了 但到4月6日才真正正正推行 現在他好像未收到最新消息 還有 前幾個星期的馬歷斯說 關於做 遺囑 說了電話 到現在為止 沒有電話給我 可以 你再打電話來 你再打電話來 告訴我們的operator哥哥 聽 我打電話給你 律師電話 好嗎 OK 多謝你 Hello Ivan 讓你結束了 現在 有什麼conclusion可以說一說 我們都57分 讓你結束吧 conclusion 是有 如果你有這個class 你不知道是否活動 是怎樣活動 最好 給律師看 才給你的意見 不是automatic 還有那些qualification 都要看 因為這些情況 是有好contract specific 每個contract是怎樣寫才跟著的 OK 即是不要自己說 我有這個class 遲些才交租 這樣 看看先 OK OK 好 今天時間過了 好多謝謝角星律師 好多謝Jeffrey 好多謝Ben 多謝Ivan 多謝大家 好 我們下個禮拜見 拜拜